副長想請教一下,這個挖石油的議題鬧得沸沸揚揚 不過想確定一下,挖石油的預算到底是中央的選擇還是地方的選擇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就是國營事業單位 他本來專業的這種事業單位的考量,他去做邊類 那在太平島的部分,然後有傳出說經濟部之前曾經確實有去挖過 這個部分大概是在民國70年的時候有去做這個專探 那專探又沒有油氣就停掉了 然後到了102年還什麼立法院中間又有決議要去掀示主權 所以寬物集就是有一個啟動一個計畫 那就是委託台大,中油跟台大跟城大這三個單位去做一些海洋資料的調查 那個部分的部分大概我們在探勘的部分分三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國內的陸域,國內的海域跟國外的探勘 這整個下來的話,像國內的部分過去有1600多億在陸域部分 那海域大概也花了300多億,所以實際上淨賺大概有1200億左右 那在國外的部分,我們也在印尼跟二瓜多爾這些都有收入啦 實際上大概現在有發生的效益有300多億,那未來還有1200億的效益 所以太平島的部分,現在已經都不在探勘的方面了嗎? 已經沒有,因為沒有油氣 部長說你評估台灣真的有機會成為產油果嗎? 蛤?什麼? 就是我們台灣真的挖得到石油嗎? 喔,那個部分不是用這樣講,那個東西還是要透過專業嘛 來談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是幫韓國瑜解放的探勘部分嗎? 什麼?什麼探勘? 你說立委幫韓國瑜 好,來再來再來繼續 還有什麼樣的? 沒有我們就開口 好,下一幕講到,下一幕講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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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